我已经买好零食准备回来了 应该没等着急吧 那就好 我刚路过中央广场 那里好热闹 像是在举办什么竞典活动呢 你要不要一起过来看看 累了吗 好吧好吧 咱们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要不 我顺路去上次那个花圃景点旁的 纪念商店买点精油回来 帮你按摩一下吧 正合你的心意吗 那太好了 不好意思 给我的 谢谢 没事 就是刚才突然有一个小女孩 塞给我一个气球 气球没什么特别的 只有一个效率 原来上面还有字 祝我的夏宴大寿星 生日快乐 我说刚才怎么你一定要我一个人出来买零食呢 原来是安排了特别的惊喜 当然喜欢了 我还很好奇你是什么时候做好计划的 还要如此特意的对我保密 不会是接下来还有别的什么惊喜吧 诶 什么 真的还有其他礼物 加上气球 在维克亚都一共有九份礼物等着我去发现 九 哦 是长长久久啊 那刚刚你说的正合你心意 下一份惊喜 就是在那家纪念商店咯 哦 我明白了 其余的七个惊喜 一定被你藏在我们上次去过的 那些有共同回忆的景点附近 对不对 不是我太聪明 要一眼识破你的计划 只是你对我的心意 我全都明白 对了 我能再要一份礼物吗 我们不仅要长长久久 还要十全十美才对 我就知道你会答应 至于我想要的礼物 回来再告诉你吧 才不是故意卖关子 只是想多要点时间好好思考 先不聊了 我很快就回来 等会儿见 不愿意卖关子 我能再说 我能再说 我能再说